妇人开刀后恢复情况良好 医生问她问题都能对答如流 不过几天前情况可不是这样 5月27号妇人到草屯找女儿 当天下午 女儿觉得她讲话突然变得怪怪的 到了晚上情况更严重 问她的问题不但回答不清楚 还开始讲一些火新闻 赶紧带她到医院挂急诊 你怎么问她 她都没有办法说她现在到底怎样了 所以想说不行 那她快点带来医院 妇人回想当时 她心里面知道女儿在跟她讲话 但嘴巴就是讲不出话来 我脑筋知道我是谁 但是一讲出来我都完全讲不出来了 连话都讲不出来了 医生判断妇人可能是急性脑中风 帮她做了断层扫描 果然发现大脑有一个血块 压迫到控制语言的韦尼克区 在这个孽叶的上回 靠近顶叶的地方 有一块体积还算不小的脑出血 那这个初血刚好就是影响到她对语言的理解 对 所以说她展现出很典型的韦尼克区的失语症 医生表示韦尼克斯语症虽然患者能够说出具体的语法 速度和语调语言 但患者的讲话内容完全没意义 不知所云 原因是在于左脑外侧沟 后侧的韦尼克区受到损伤 通常是中风所引起 医生紧急帮她开刀取出血块 夫人很幸运 血块至于压迫到脑细胞还没有造成严重破坏 手术后很快恢复语言能力 夫人感谢医生的治疗 她说出院后最想回家抱孙子 民事新闻张家为南投报导 女人感谢医生